我好高兴这一次透过我们定在心 Abiding in the Heart 这个大互动 可以跟大家接触 连续三年跟大家接触 也是非常难得 对你啊 对我个人啊 对我们周边的同事都非常难得 因为只要动用起来 花好多时间了 好多准备 其实你听到我这些话 其实我已经开始断食 透过我自己的宁静 希望可以体会 体会你 体会你的心 你的状态 你现在所遇到的困难 用这种共振 心跟心的共振 我可以进一步体会 应该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 帮助大家 非常难得的是 还不是光是时间 占有多少天前 我个人要做一个大的进化 多过断食 自己也要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做完事 这时候也是最忙的时候 想办法 还要安静下来 找一个角落 很安静的 可以进入沉默 不光如此 我还需要考虑 因为 占有你那么多时间 又不希望耽误你的时间 不希望耽误大家的时间 那你可以想象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成熟度 准备的 这个readiness 可以刚刚好 有准备好 或是没有准备好 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所以要用那么大的规模 我们看这次 可不可以最少 我跟同事们 大家好玩吗 设一个目标 说是不是可以 超过两万位朋友 那同时 可以联系起来 为我们地球 为我们大家设一个 意识格 consciousness grid 一个consciousness super grid 可以讲一个 超能的 一个格 一个意识格 一个米罗佛 基督的格 那这个 我认为 首先 这个挑战非常大 因为大家的程度不一样 那另外 也是这个责任 不希望耽误大家时间 所以希望在很短时间 让你 让大家进入这个状况 进入状况 也最多就是定在心 abiding in the heart 所以啊 有 那么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前面 这个接下来 这几十天的大的考验 我才会不断地 通过同事 转达出来 希望你这段时间 自己安静下来 都复习一下 不管是书啊 有声书啊 有些 声音的作品 我们过去啊 两个大的活动 去年 前年 不管是 为事 或是 没有录得录 这两个大的活动 也留下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资料 相当多的档案 或是 再生 就让大家有机会 就接触 也只有这样子 我才放心 我这样子 可以 站在一个 同一个平台 我们大家站在 同一个平台 在很短时间 可以 可以进入状况 可以完全 跳进去 可以说 我们一起 跳到快杀好了 这Quick Sand Quick Sand of Consciousness 意思的快杀 这样子就不会 浪费时间 当然 我是我的期待 但是我还是要感应 角度认为 到最后 大家的这个 成熟度 熟练度 还是不够 甚至对好多名称 还不熟悉 那你说我急 也急不来 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讲 为什么这次 临时决定再出来 本来是认为 去年 没有录的录音 该交代都交代了 节年 为时接受的 该交代都交代了 认为不需要 让我再办这个角色 毕竟我 跟你一样 我们还有一般的工作 而且这时候 还有疫情 在美国 特别忙 到哪里去 都不方便 我们大家跟同事们一样的 跟国内一样的 加倍的工作量 是加倍的 不是减少 是加倍的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也不方便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不希望 做任何重复 但是 这是选择 临时跳出来 再做 办这个活动 主要也是在考虑 我常常 你听我讲的 quickening of times 这个时代的速度 加快 正在加快 quickening of times 加快到一个程度 我们根本 跟不上 你还记得吗 我说 大家要 这是要 搭这个车 游览车 搭这个火车 要不然这个游览车 火车 已经快要离开了 事后我们会后悔 会赶不上 那这个意识 本身也在强调 这时候 地球的转变 快速的转变 其实 我讲很坦白 它该转变 已经 转变了 转过来了 转过去了 该变更的 已经老手变更了 只是我们人 因为我们的密度 我们的频率的密度 太重 我们的意识 的密度 太重 还体会不到 所以 一直好像从后面 想跟的 Catch up 想跟得上 看可不可以 跟上来 是反过来的 跟大家想的 完全是反过来的 所以我才会讲 这一方面 又是这个年代 这个时代 可以讲是黄金 Golden Age 开悟了 黄金时代 最精华的时代 但是同时 在个物质的层面 当然前面是在讲意思 在物质层面 其实是最大的摩擦力 有 不管是在地球的层面 在地质的层面 在太阳 周期的层面 不管我们是 看天灾的层面 这次 不管地震 火山 各式各样的 气候的转变 都完全被我们赶上 然后太阳的周期 大的转变 有这个粒子化 空气的粒子化 有这个 江 有各式各样的 宇宙的这种方式 Cosmic Radiation 射出来 我们平常感觉不出来 但从我们的行为 我可以给你保证 我们大家都可以感觉出来 这时候 大家都进入一个两期化 这个一种 Bipolar 对不对 一种 对立 最 最严重 最激动的 偏差最大的 对不对 随时 你看人跟人 社会跟社会 国家跟国家 你还记得 我从这几年来 都在讲 随时会 会打起来 会有这个 秋分 有这个 不同的意见 有这个 argue 吵架 也好 你不同的意见 站到不同角度 再看同一件事 当然就不符合 那这时候摩擦力 是最大的 这是地球 这个 你还记得我讲说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 站到这个物质的层面 已经进入了一种末法 时代 可以讲地球末日的这种阶段 但是 也就是这样子 机会来了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摩擦力最大的 它就像 从我们后面 在推我们 在push push 就是 推嘛 推我们 一方面 在拉 意识在拉我们 往前走 后面这摩擦力 在推我们 这时候 要跳一步 是最大的 那我大胆 跟大家讲 讲 其实地球该做这个转变 站到更维系的层面 已经老着转变了 我们在讲的5D 对不对 这提升到5D 老着已经发生了 你看这些话 你现在可不可以接受 我过去也都一直在讲啊 好像在讲 我们要做这个提升 对不对 ascension 提升 这是个大的工程 其实已经 站到地球啊 地球的意思 这个我会慢慢打开 它已经完成了 我们最多只是 从后面 再看可不可以跟得上 所以 这一次 它已经不是 个人的 醒觉的问题 不是一个 individual awakening 就个人 individual就是个人 awakening就是醒觉嘛 觉醒嘛 还不是 这是个整体的醒觉 因为有这个物质的层面 这3D啊 再加上时间4D 刚刚好配合一个大的 一个 常讲说结合 一个conjunction 这时候刚刚好赶上了 你看我们 你我啊 我们大家赶上 刚刚好 这时候来到这地球 就是 这是位的这个醒觉 是一个整体大规模的 醒觉 你挡都挡不住 当然 假如你不断地继续分别 不断地否定 不断地 站到二元对立 自己的一些原则 一些观念 那当然这个 可能也轮不到你嘛 对不对 甚至很多朋友 你就是想叫他接触 这次公寻 他也不会想会想的各式各样的理由 不接触 这个我们其实讲很坦白 也应该放过 因为一个人ready 他假如准备好了 筹备好了 ready嘛 英文就这个意思 他成熟刚刚好到 mature maturity 成熟度刚刚好到 你挡都挡不住 他会跳进来的 他会 无限当中 他会找到我们这里 但是假如成熟度不够 筹备不到 那你逼他也没有用 他还是会反弹 所以这次我认为 大家我们要把握着这个时间 大家把握着时间 有一些很具体的 练习方式 我从去年前年都带出来 这一点我们要进一步 再把它 首先把手念度增加 另外一方面 把一些技巧的地方 我希望这次再把它敲定 把它讲一个透明 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听懂 我也是希望这个逼大家 就是听不懂 我要逼大家听懂 你看 那这样子话 我们可以才进入一种 什么叫做中立性 可以讲说一种 友善的 无缘的大词 就是indifferent benevolence 一种友善的中立性 根本不偏的 一种友善的中立性 中道 我认为面对我们这个地球转变是 现在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也用这种那么简单的一种生命的态度 对人生的态度 随时的态度 对每一个瞬间的态度 轻轻松松的 进入一种中立性 进入一种定 定在哪里 定在心 我们其实就可以搭上这个游览车 搭上这个火车 让这个地球的转变 把我们推到这个 弥洛佛基督的这个一诗歌 我讲很坦白 假如要讲一个透明 其实就这样子 但是看你个人 可不可以接受这些话 是不是认为还是很悬 这是来抱的一种 一种好奇 这种来观察 来观光 其实讲很坦白 没有关系 我认为你不管用什么态度来 参与 都会受到影响 最重要就是你心 看可不可以安静下来 是不是 真正的 很诚恳 就是有这种决心 也这种心可以定下来 对这一生来的目的 你是谁啊 对你自己的身份啊 对这个人生的 这个故事啊 你想搞一个端落 你想了解 对你这个问题是大到比其他都更重要 或是你反过来 你已经发现 这地球是已经转变了 样样都已经有个新的 新的常态啊 一个new norm 那利用这机会 看可不可以取得一个新的开始 我认为这是 就看你啊 我啊 大家可不可以 有这种 共同的目标 有这种决心 有这种信心 甚至有这种信仰 这是可以 搞一个段落 我感觉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今年 嗯 从某一个角度 我都讲很坦白 我都认为太晚了 但是我不管怎样 还是尽量嘛 对不对 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 do our best 最多只能这样 这样啊 do our best 做到最好 这样就好了 其实也不要追求 那赶得上 就赶得上 赶不上也无所谓啊 这也下一个种子 给下一辈子 下一次啊 就这样子 那这次啊 整个这个地球的历史 整个我们在讲 Katia Record 从这个人的历史 人的这个记录了啊 Katia Record 就是人的这个宇宙的信息的啊 这Galaxy的记录 全部这个会 这次会推翻 会重新再 重写 好像重新再来 我们看这些话 有没有make sense 地球都一样哦 虽然地球还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人 完全改变了 好像重生 再来一次 一样的重生 起来 从今天 或是从这个活动 来算 刚醒过来 刚生出来 这样子来算 那蛮有意思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这一生 走到这里 就在等着这种机会 所以这一次 我是希望 很透彻 看我们可不可以 把这些观念贯通 把我们呢 这一生 接下来要做什么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清清楚楚的 已经做一个区隔 很清楚的 有一个心理 有一个 有一个方案 所以就是 站到 解脱 我们 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假如还有什么 要求可谈的 对不对 你也知道 我一向讲说 不要有什么要求 应该不费力 没有选择 走上这条路 这才是对的观念 但是就是 那这一生 你感觉 比较 比较迟钝 我敢这么说 你对这人生的观念 只要你 这两三个月 我们可以一方面 复习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 一起跟我们大家 投入 提供你的生命场 给我们 帮我们 建立这个意识格 我很有 非常把握 你接下来 这一生 你不管做什么 或是不做什么 你完全 人生会做一个 偷胎换骨的改变 你完全对生命看法 会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 我非常有把握 那 尤其透过这一次 再讲说 这quickening of times 时代的 加快的转变 我认为 会更明显 那这样子 不是 也是 不错吧 对不对 你用一个 可以讲说 夏天的时间 大家出去玩 你也可以跟着玩 但同时 在这样进行 对你一个人生 做一个大的转变 你说 why not 为什么不认真的进行 对不对 为什么不接触 我想这个 对你 对我 这个答案应该是 非常清楚 所以 我接下来 就期待 再跟你一起互动 进入一种公正 进入一种 我们共同的生命场 那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再见 希望这次 可以很顺的 进行 希望你呀 轻松的 提供你的 爱的场 你的大爱的场 我们每人都有的 生命场 你的欢喜场 你的宁静 一起带进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把整个地球 包起来 希望地球 可以安静下来 可以进入平安 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平静的 频率 来送给地球 这样子把 每一位众生 每一个众生 在地球 这时候 都 帮它加持 让 大家都可以安静下来 都可以 定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